今天芬姐煮豬腳薑 我用高鳴的無渣薑 豬腳一定要先沸泡水 加燒酒薑 現在是沸泡水了 薑可以切 但芬姐喜歡這樣拍 這樣拍 薑就比較淡 這樣拍 高鳴無渣薑 現在拿進去教大家煮 這些豬腳薑如果是我們平常吃 用水飛飛水 如果生嬰兒的就不要飛 還要炒 所以有分別 吃這個沒那麼辣 更好吃 已經飛了水了 我們撈起它 這樣就沒那麼辣了 芬姐煮這個甜精甜醋 喜歡兩瓶海天甜醋 一瓶白珍甜醋 因為這個比較寡味 這個酸有酸有香 所以我喜歡兩瓶 這個油色的 我們的醋煮滾了 先下薑 豬手 飛了水 多謝喜歡吃雞腳 留下雞腳 要下半瓶大瓶瓶糖 因為它是酸酸的味道 我們要加鹽 我們一般這個 加一匙多一點的鹽 這樣它吃起來才好吃 很多人去芬姐當口吃這個豬腳薑 為什麼會有這個黑木耳 黑木耳是女人去魚的 特別我們月經後生了寶寶後 黑木耳是最好的 所以芬姐就自己把它放在薑醋裡一起煮 芬姐有一個技巧 教大家煮這個豬腳薑 煮滾了之後 半個小時 你就焗著它 不要打開蓋 它就會自動軟 如果它還不夠軟 你又需要煮滾它 再煮 一般這個 都要放進去煮滾 這個木耳是去魚的 好了 現在芬姐就把這些木耳放進去 現在放進去煮滾 煮滾它 煮滾它五分鐘就可以熄火了 我告訴你 好嗎 嘩 好想吃 流口水 好棒 芬姐先試一下味道 剛剛鹹甜味 好棒 酸酸甜甜 好棒 待會兒吃雞腳